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11月上旬在出席一场线上活动时发表了,英特尔对于数位化进程的最新洞察。 他认为,作为基础性技术的五大超级技术力量,包括无所不在的运算,无处不在的连接,从云道边缘的基础设施、人工智慧、感测和感知,将深刻地塑造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 随着这些超级技术力量的发展,世界对运算的需求会成倍增加。 为了满足这些巨大的半导体需求,基辛格在2021年,推出IDM2.0战略,开启晶圆代工业务之后,成立了晶圆代工服务IFS部门,希望利用旗下的晶圆厂,以先进制程技术为无晶圆厂的IC设计公司代工生产晶片,进一步与当前的产业领导者台积电三星竞争。 对此,过去一段时间,基辛格也说明了许多。 月前,他就英特尔的IFS与竞争对手的不同点进行了说明。 根据外媒报道,基辛格表示,英特尔的IFS将开创系统级代工的时代,不同于仅向客户供应晶圆的传统代工模式。 英特尔IFS将提供晶圆、封装、软体和ChipLite等产品与技术。 而英特尔IFS的系统级代工,代表着从系统级晶片SoC到系统级封装SIP的模式转移。 而这样包括为外部客户服务,也为英特尔内部全产品进行代工生产的状况,也被基辛格称作为英特尔IDM2.0战略新阶段。 基辛格指出,晶圆代工厂就是为其他厂商生产晶片的半导体制造商。 只是,在此关键工作下,英特尔代工服务IFS将为客户做得更多,包括提供英特尔称之为系统级代工服务。 具体而言,首先晶圆制造方面。 英特尔将继续积极推进MOR定律,以向客户提供先进制程技术,包括Ribbon FET架构电晶体和PowerWire供电等的创新技术。 对此,英特尔正在稳步实现在四年内推进五个制程节点的计划。 如此宏大的工艺制程越近野心,起点是12代酷睿,目前12代、13代酷睿已经落地了。 工艺还是10奈米改名后的Intel 7,明年就是首发采用EUV的Intel 4工艺的,14代酷睿Meteor Lake,2024年则会是15代酷睿Aero Lake。 Aero Lake会跟14代Meteor Lake一样采用3D 4-Rose封装,Pitch间距也是36微米。 CPU、GPU、SoC、IOE等模块的组成差不多,LGA2551接口则会兼容14代。 其中,CPU模块,Intel的PPT表示,会使用自家的Intel 20A米工艺。 然而,这里面出现了一点小变化,稍后再说明。 Intel 20A米作为是Intel 3工艺的继人者,首次进入后奈米时代,直接用了奈米A代表的是Einstrum。 1奈米等于10A米,字面上等效油上的2奈米工艺。 Intel 20A米工艺还会首次采用,Ribbon FET和PowerWire这两项技术,每瓦效能上实现约15%的提升,预计在2024年上半年量产。 GPU方面,AeroLake则会使用台积电的300米工艺。 因此,GPU规模大增,最高可达320组X1单元,相当于2560个流储理器单元,远高于当前酷睿的96组X1单元,效能媲美独闲值日可待。 CPU架构方面,AeroLake会升级Lion Coal规内核。 IPC效能相比,Golden Coal有双位数的提升,也就是超过10%以上。 AeroLake的进展,要紧随Intel 20A米工艺的发展。 好消息是英特尔未来的工艺似乎都不错,英特尔20A米工艺已经有内部测试镜片做了流片。 英特尔和AMD2022年的桌机处理器产品线已经全部发表完毕, 接下来的产品要等到明年初的CS2023了。 不过11月中旬,B站一名UP主透露了一些关于未来两年这两家CPU厂商的部分桌机产品讯息。 英特尔这边,明年以13代Raptor Lake的小升级版为主, 包括将于明年上半年亮相的i9-13900KS, 以及将在三季度推出的Raptor Lake Refresh系列, 在核心数无变化的同时带来一定的频率提升。 而后续的Meteor Lake和Aero Lake则将会作为同代产品出现。 Meteor Lake应用于中低阶处理器, 而Aero Lake用于高阶处理器。 Meteor Lake将采用 Intel 4加台,机电5nm加台,机电6nm, 三制程模块设计。 而Aero Lake则将采用台积电3nm加台, 机电5nm加台,机电6nm, 首次全面采用台积电制程。 而传闻中的自家Intel 20mm工艺, 则将仅用于行动处理器。 而在AMD方面, 下一款产品就将是期盼已久的 锐龙7000X3D系列处理器了, 将在明年上半年登场, 但目前仅有6核8核型号, 也就是R5-7600X3D和R7-7700X3D, 猜测应该还是工艺和成本问题导致的。 此外,价格更低的AM5A620主机板, 将在明年二季度登场, 依旧限制超频。 此外,CN4APU则将于明年下半年登场, 同样只有6核8核版本, 率先对OEM厂商出货。 但消息称, 记忆体规格仅支援DDR54800, 这意味着即使换用架构更新的RDNA3架构核显, 效能提升幅度也将受记忆体规格限制而提升有限。 按照目前的消息来看, 明年市场的竞争将依旧围绕Raptor Lake和Zen4展开, 而更后续的产品将在2024年与玩家见面。 同时, 这些爆料与此前泄露的线路图相比有一定变化, 真实性还有待检验。 若未来, 英特尔高效能AeroLake产品全面采用台积电制程, 那么自家在先进封装方面则不会怠慢。 英特尔除了自己会采用, 还将为其IDM2.0客户提供先进封装技术, 包括EMIB和ForwardRose等, 以帮助晶片设计企业整合不同的运算引擎和制程技术, 提升其晶片运算效能。 另外, 小晶片, ChipLite晶片的出现, 让模组化的零组件为设计, 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带动了整个产业在价格、 效能以及功耗方面进行创新发展。 英特尔的封装技术与通用小晶片, 高速互联开放规范UCIE联盟将协助来自不同供应商, 或用不同制程技术生产的小晶片能更好的协同运作。 软体方面, 英特尔的开放原始码软体工具, 包括OpenVINO和OneAPI等解决方案, 加速了产品的激活时间, 使客户能够在生产前进行完整的测试工作。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强调, 自家的晶圆代工服务IFS将借由差异化的领域与其他对手竞争, 将继续发挥其在晶片设计和制造方面的专长, 助力客户打造改变世界的产品。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